伤情岁是晚凉天 憔悴私人不堪言 妖酒催长三悲岁 群香惊梦无惊寒 猜头讽邪 清有泪 荼蜜花辽我无缘 小楼寂寞心与月 也难如沟 也难缘 说这么几句 经常诗 咱们讲一个小故事 故事嘛 上下五千年各朝各代的都有 不敢说是高材教化 但是劝人向善 教人学好 故事有真有假 你不用挨个去较真 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个是你编的 咱们别分析这个 琢磨一下故事之后的东西 说这故事发生之后 你想一想 可能这个事对我有个帮助 这个我能吸取一个教训 那这个故事的意义就达到了 今天这个故事呢 离着现在时间可是不短了 明朝家境年间 哪儿呢 直立宝地 而住了一位大财主 哎呦 真有钱 站着房 躺着地 存着多少多少钱 挂过千请财 什么叫千请财 就是家里这个土地到一定程度了 啊 地方官出面 给他挂一牌子 写上千请财 就分明你那个身份啊 到了一定的位置 此人姓方 方大财主 啊 所以特点 什么特点 眉毛特别的长 这大长眉毛啊 能到这儿 啊 到玄谷附近 咱们看过电视剧里演的一个 兽性老啊 长眉罗汉呢 哎 虽说没有这么长 但是也够小的了 好多人都说 说您这眉毛可了不起 为什么有钱呢 就因为你的眉毛好 眉毛长 说明您长寿 而且来说呢 这是富贵的象征 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好交朋友 三南的海北的 不管是哪儿呢 只要走得到这儿 说没地儿去了 上方家串个门去 那大财主 肯定是接待 来坐 炒菜 烫上酒 吃 玩命的吃 啊 交朋友 不管你姓什么叫什么 说之前没有来 都没事 不好紧张 到我这儿来 咱们就是好朋友 走的时候说没钱 谁拿钱 啊 交到朋友太多了 像当初有这么一位 猛长军 门下十克三千 什么叫十克三千 就是养了贤人 养了三千人 这是多大的破例 你普通人家里面 来俩分门的 吃两天之后还骂贤街呢 人家家里面 十克三千 虽然说方家门下 养了这些人不到三千 但是也够瞧的 而且不光是管饭 还竟借钱的呢 说这个方的台中啊 最近我们家盖房啊 钱不够 你看能能借我们这儿吗 好拿走 没事 他这不叫事 给人拿一百两啊 二百两 给人拿 这个老大人有病 你这儿借五十两银子 好给人拿钱 开箱子拿钱 转天又来了 你看不巧啊 我岳父有病了 好给人拿钱 走着大伙纳闷 他不是一个人呢 反正他也是不管真 不管假 就靠交朋友 跟他最好的是 河南洛阳的一个人 这个人姓是王 叫王元上 最大的特点呢 胡子长 这胡子就标这儿 人送外号叫美然宫 过去这个人呢 对待胡子特别的重视 谁要是有一步好胡须 那都很露脸 平时没事的时候啊 做一个套 夏天春天呢 用这个沙做一套 都好了 拿袋子记上 把这到冬天作为棉的 作为棉套 套 每天没事跟这刷呀 洗呀 甚至老带一小书子 无论跟哪坐着聊天 他跟这刀着胡子 跳一根能哭三天 舍不得 美然宫 王元上 他跟这个方才主 两人最好 怎么呢 俩老君 你看咱俩这很相似 你看我的眉毛 你看你的胡子到这 这么好 那么好 咱俩 做个亲吧 什么叫做亲呢 这过去就是这个 只腹为眉 平常有这样的娃子亲 这两个人 关系好 两个人的太太也 关系好 都来吧 以后啊 生了孩子之后 要都是生小子呢 就拜一把兄弟 都是生姑娘呢 她就是当了三姐们 一个姑娘一个小子 那好极了 那就是小两口 他们两家也是爱好作亲 说日后啊 咱们两家一个姑娘一个小子 就是小两口 没多久 这位方正 生一大胖小子 方才主 就长眉毛这位 生了一个儿子 其名字叫方口和 小孩打小 就聪明伶俐 而且来说 随着爸爸 手松 有人说什么叫手松啊 就是拿钱不带 你别看这几个字 说的简单 嗯 但是搁得不从人的身上 对待钱的看法是不一样 啊 这个对待钱才来说 有财主 有财奴 有财烧 什么叫财主啊 所以我今儿穿这身衣裳啊 五千块钱买一挂子 八千块钱买条裤子 啊 穿着之后上街玩去 说我累了 脑子边有一台筋 你甭穿几千块钱裤子 我敢坐下 我不在乎这个 啊 汤了 有水 没事 光机就坐那 这叫什么呀 叫财主 我是钱财的主人 我敢支配他 有的人是财奴 啊 这这钱拿的 胡说瓦闹 花一分钱都难受 这钱呢 零钱错过一块就不破了 每一分钱都穿在泪条上 啊 花钱的时候呢 拿加点往下振 啊 动一动杆都疼 这是财浓 还有就是财烧 啊 有点钱的烧都活不了了 上一口袋要装三百块钱 那算要了亲命了 啊 走两步就操事数一数 也好了 他怕丢了 又走两步就操出来了 啊 走两步就操出来了 一会儿没有了 吓坏了 我忘了 搁裤子口袋里面了 啊 财奴财主 财烧 那么这个孩子 随着不行 大方 小孩一块玩的时候 就是如此 啊 弄点吃的 给你吃 给你来一块 说的 不练习 啊 那么说这位美兰公王家呢 哎 生了一个姑娘 这是天作之和 怎么那么巧 这边是小小子 这边是小姑娘 爱好作亲 两个就是亲戚了 说等俩孩子大了之后 啊 就让他们团婚 嗯 每天呢 都有人上家来串门来 找方家借钱 方家也习惯了 好多人都不太认识 反正瞧着外出眼 进门一说 你还记得吗 啊 咱们之间多好的交情 差多少钱 有点什么事 啊 这一说就给人拿钱 往往来来 不下数百人 方的也老觉得 自己的朋友是变天下 但是你让他说名字 他都说不上来 就是这么一位 在这些朋友当中 有一个很奇怪的人 姓张 他叫什么名字 这不知道 啊 不管他叫张大仙 就这么一猪 等着张大仙呢 来无影去无踪 要说来 一会儿就进门了 咋哪来不知道 要说走 一转眼看见的人 我这腿太快了 他这么一轮 啊 平时人家都借钱 想方设法的 找方的要钱 唯独他 没有 而且有点功夫 就跟着小少爷俩人玩 人家来都是跟老爷一块聊天 聊天 啊 念念烟啊 哭个穷啊 唯独他不得 跟着小孩一块玩 跟着方口合 没事玩什么呢 捡石头籽 河边啊 街上啊 石头籽啊 鹅卵石啊 钻头瓦块啊 俩捡这个 啊 拿医生揍着 一揍揍一堆 俩人往里边跑 大伙儿纳闷 这干嘛呀 这是 我这就不知道 啊 我们俩这是 藏银子呢 都说是 神经病 你管那钻头瓦块叫银子呀 啊 但他很高兴 孩子也高兴 有人哄着玩吧 啊 家里有钱 身宅大运非常的多 好多地呢 都堆满了这种石头籽 后来说没事干了 把地砖撬去 啊 俩人前里没事 把地砖都撬去 捡这些石头都满了底 上面再把砖扣好了 啊 我们这藏银子呢 天天这样 啊 玩的都一年多 后来有几间 闲房也堆了很多 这种石头粉 光阴荏染 岁月穿梭 这个孩子长到 18岁的时候 啊 父亲去世了 哎呦 你俩哭得跟什么似的 你瞧 想不到的事 但是好歹就是 没受罪 啊 突然间得一疾病 现在说就是猝死了 大半白事吧 这一半白事 看出来了 想当初来借钱的这些朋友们 都不露面 说这个人死了 你们来看看 没有 啊 没得的时候 在那儿要钱 有他们 人家里出事了 你最起码调研一下 没人来 这是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 这之后不久 家里的日子是 越来越穷 啊 有的时候呢 帮少爷跟母亲坐这块也掉下肋 你说想当初我爸爸 交了这么些朋友 往外边撒的银子是无计其数 为什么到现在 没有人上门呢 老太太也哭 孩子 人情薄如纸啊 你父亲在的时候什么样 你看现在什么样 这是不一样的 那俩哭 说有时候 是真拆就不开了 想当初几亿玉石 家里有的是钱 那现在 过日子都是个问题 快没吃饭的钱了 找朋友吧 但是找那找 一个都不露面了 也见不着人 最后没辙了 老太太想起来了 当年给你定过一门亲 河南洛阳美然宫王元上 他的女儿 跟你是先定未娶 小两口 你来一趟吧 大爷说行 那我去吧 有打家里 归着完了东西 跟自个儿的妈说 我这都去 但愿得到那去 岳父大人认谢我 我们该成亲成亲 日后咱们是家人家 有打这儿出来之后 赶费河南洛阳 也没有 现在说是汽车火车 没有 而且家里穷 也没有马 顾轿子是更顾不起的 一路长途爬舍 来在了洛阳 来到这儿啊 就这人这身衣裳 已经瞧不得了 你想啊 在道上走着走 那鞋都张了嘴了 得亏是到了洛阳 再晚一步 这鞋就要不得了 从头上到脚下 这身的衣服 是破烂不堪 小脸蛋都是图 来在了岳父的门口 抬头一瞧 哎呀 好大的宅子 看得出来是很有钱 点了点头 岳父如果说 能认下我的话那么好极了 啊 我好好的念书 日后还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 站在这儿 往里面关桥 门口站着一管去 啊 这一斜眼瞧着 问你干嘛呀 哦 管家 麻烦你给我通禀一声 你就说 好定府方口和 前来 投亲 嗯 你等一会啊 转身进去 来在里边 清堂之上 这王军上啊 跟着这么疏胡子 啊 拖着这胡子 拿小树子 啪啪啪 整刀着呢 管家进来了 老爷 啊 什么事 家来串门的了 谁呀 他这个 导定府 方口和 方口和来了 这是我的女婿啊 嗯 多是人一块来的 有多少人马 就是人没有马 啊 没有马 坐轿子来的 跟门口叫唤难天了 倒是 不是 他怎么来 走过去来的 啊 没带着人吗 没带着 啊 那样的也带不了人 那穿上杂本 穿上杂本 看不出来穿的是什么 反正觉着跟桶里刨出来的似的 啊 明白了 这么说他穷了 嗯 不是一般的穷 啊 我看那样子 好几天没吃饭了 估计看谁都想捞饼 啊 是让他走吧 快走 让他走 快走 啊 你跟他说 拿出来千两文银 让他进来 拿不重来 赶紧让他走 哎 转身出来了 啊 这个 请放这个 啊 关键 你就别这么客气 啊 这个 老爷说了 哈 你要是能拿出来千两文银的话 那么你就跟我进来 还是门亲戚 如若不然的话 你赶紧走 要不然呢 把你撕不撕不喂了鹰 啊 孩子听到这心里咯噔一些 眼泪都快下来 不是 你没说清楚吧 啊 就因为说清楚才这样呢 不是 我 他是我岳父 还没行了吧 你都穷成这样 哪还岳父 你啊 你快去找点什么吃的吧 不是 你跟他说一声 想当初我们两家 你说的都没用 快走吧 这这么说的呢 你也没有出了一家伙 管家 老爷说了 赶紧哄走啊 别跟这门口站着 咱门口都弄汤了 你听不见了吗 老爷说了 让你赶紧走 你走啊 三口和站在门口 是赠足纯凶 眼泪哗哗 老天爷 老天爷怎么这么不睁眼呢 难道说天下之大 就没有我力追之地吗 嗯 这可真应的那句话了 上无骗娃 下无力追 天上啊 给我遮太阳 咱里的一片娃都没有 比那利罪的劲 不知的那个 做活那个锥子的那个仙 汤一扎扎一阵 就这么点劲 都没有我 啊 站着空 我就死了就得了 在这难过 斜队门那儿 处理老太太 老太太干嘛的呢 年轻的时候呢 跟老伴啊 俩人这个做点生意 赶小买买 后来老头去世了 这老太太 一个人姓顾 街坊都叫顾妈妈 这老太太的心眼 是特别的好 就见不得别人哭 啊 这一空 赶紧过来 孩子你怎么了 老太太您不知道 我是他们家的女婿 想当初如此 这么搬 这么搬 如此 在如今我们家落魄了 我上这儿前来投亲 他找我要千两人银 我哪儿拿得出来呀 老太太 您能见我吗 老太太直走了走 我见这儿 也没见过十样银子呀 这孩子说这话 是开玩笑 不是 他惯了 他小 他们家就这样 无论谁去了 赚银子 有点银子 伸手就拿 所以他认为 这个钱不是好东西 就是来回团乎的 说您能见过 您从我们老太太 哪见过这些 哎呦 孩子 等你快来 快来吧 给让到家里去 打了一盆水 洗洗脸 说你还没吃饭吗 我没吃饭呢 不要紧呢 我这儿有 家里有两缸薄饼 弄点小菜 又弄了这么一碗汤 吃吧 方少爷甩着 三方子 两开后 桃牙 再回可见了 亲人了 剃了 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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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吃了 老太太看 真心疼 哎呦 孩子 你把这碗给我留下 吃饱了 喝足了 那下一步 你打算怎么样啊 哎 下一步 我能怎么样 直到如今 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只能是回家吧 你看您能帮我 周期几个盘餐路费吗 老太太点点头 行 我给你找着吧 翻箱倒柜 找出来这么三钱银子 是老太太啊 这五十来年的积蓄 啊 拿出来了 孩子你带着嘛 啊 拿在身上 一路只上三高路远的 对自己好一点 我太太这点钱不足以对我好一点 能救活到家就不错了 得了 孩子啊 再多药我也没有 我也是穷人 回家吧 赶快回去 大富大贵不用想 最起码跟你妈 好好过日子啊 有一碗安乐的长饭吃 就算不错 回去吧 哎 打这儿出来之后 二本头堂往家里走 路上是没什么事 啊 终于回了家了 一到家老太太等着了 而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事怎么样 不怎么样 把事一五一十这么一说 哎哟 老太太也哭 孩子也难过 你俩哭了一半 擦着眼泪 老太太说这事已经这样了 也就别想了 人穷是短 马 瘦毛长 谁让咱家穷呢 是不是 得了 也甭考虑这个了 以后你好好念书 万一有一天 你能够扬眉吐气 进京考个什么状元的 那到时咱们再说 有的是好人家的姑娘 啊 天下你要说三条腿的蛤蟆是不好找 俩腿的活人游的是 劝他吧 给他开心呗 你俩这凑合着过日子 回过头来再说河南洛阳 把这位姑爷打不走了 美人公这位王老爷坐在屋子里琢磨这事 哎呀 这可不是事 嗯 我这姑娘是越来越大了 这么多年来一直等着他们家来迎娶 谁想到 等来等去 等着他们家穷了 我这姑娘啊 得赶紧找一人家 赶紧嫁出去 啊 满处一问 哎 来一位大富商 这个听说你们家姑娘长得挺漂亮 好看之急 啊 这是大富商 五十来份儿媳妇死了 打算取房 填房 说你要多少钱 我说那不成 我们这么大姑娘给你 那得花银子啊 我得要多少多少银子 要什么聘礼 一五一十 全都说完了 成啊 人家把聘礼也都送来了 这准备嫁姑娘 姑娘听见了 这不成 啊 好女不嫁二妇 封建社会当时讲的这个 啊 说是贞接恋女 还有好多姑娘 呃 定完亲之后 没等过门 大夫死了 那怎么办呢 我这一辈子我就 不嫁人了 我守着他 啊 大十二岁就开始守寡 啊 但当时那个社会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 王家小姐 自己 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 今生今世 不再嫁旁人 但是父母已经拿人家钱了 这怎么办呢 半夜三更 这姑娘跑出来了 脸上抹了很多的灰啊 墨啊 脸涂着去黑 啊 头发弄得挺乱 有打家里跑出来 一路上受尽了千辛万苦 最后跑到了宝庭 啊 到这一瞧 把人家脸俩吓一跳 我就半夜家来包工这是啊 你这是谁啊 这才说 我是谁是谁 我是你们家的儿媳妇 只因家里逼婚 我没有办法 我这才上你们家来 哎呦 你俩是特别的感动 洗脸吧 洗脸换医生 啊 喝了 呃 家里没钱 咱们有没钱的办法 喝了 家里有什么事什么 咱们跟这儿 拜堂成亲 这算是成了一家人 姑娘跑了 把他爸爸害了 拿了人家钱了 那怎么办呢 退吧 退钱人家不干 又赔人家 好 里外里花银子无数 啊 刚赔完人家这个 半夜里又闹贼 来了二十多个贼 连贼带强盗事 举着火把 上家里来 一进门啊 把丫头什么都捆成了 老两口压出来 说你们家钱 都哪儿搁着了 金财宝 都在哪儿了 老头那儿 拿钱当命啊 啊 我不知道 好 我把一举一了 这点糊涂全没了 啊 心疼的要死 啊 告诉人家 哪有银子 哪有钱 人家盗动出来 全拉走了 打这儿 岂是一贫如刑 哎呦 两家是都穷了 但是这句话 说的好 瓦片又翻身 日东风起 无转难时 啊 方少爷家里边 虽然说没钱 但日子过得挺舒服 有这么一天 啊 归着归着 咱们有几间闲房 把闲房咱们卖了吧 来到屋里瞧啊 好 墙角堆着的都是银子块 突然想起来了 小的时候那姓张的叔叔 跟我们一块玩 往家里一捧一捧的 弄钻头瓦块 感觉这位是神仙呢 啊 怎么这么多的银子呢 大一撬地板 底下野 全都是银子 老方家 陡然而复 平击一声雷 发了财了 哎呦 十里八分都轰动了 说方家又有钱了 啊 第二天又来一千多人借钱的 方少爷这回学会了 把门关上 一个都不让进啊 想当初我父亲 结交了很多没有良心的人 现在我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了 不见他们 但是 有一个恩人 我一定要记住 大夫人 去到河南洛阳 找那位顾妈妈 当初这老太太对我不错 给人家送去了 文银千两 啊 少爷说 您没见过一千两银子 这会让您瞧瞧 老太太就是看着眼泪都下来了 说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千两银子啊 想当初两张薄饼 换来了这么好的东西啊 何见是苍天有眼 保佑方家大富大贵 老太太这事 街坊自立也知道了 尤其是这位曾经的美男工 王元上 哎呀 现在日子过得很穷 老两口子没辙了 说这怎么办呢 听人说姑爷发财了 我来一趟吧 啊 王元上千里条条 来到这了 半夜里边设后门进来 怎么设后门呢 当初对不起女婿啊 怕这姑爷啊 说话不好听 打后门进找闺女 没想到一进后门 家庭奴仆多 三线五线 给绑上了 他那还喊着 敢绑我 我是你们老爷的岳父 我是美男工 大贵一听胡说八道 你有一根胡子吗 你这啊 回了一宿 给轰过去了 回家之后自己赌气啊 难道说他能成 我就不能成吗 我也剪这石子子吧 弄了好些石子子 都堆在屋里边去了 老太太太说 你这不是事啊 啊 你就应该到了那 大大方方的进门 跟姑娘说一事 好好承认一错误 啊 咱们还是你家人这 那我不去 我就跟他呆着 老太太说 那我去 又打这出来 赶奔宝地府 到正门这叫门 说啊 我找我闺女 我是打河南洛阳来的 请进来吧 把老太太让进来 哎呦 母女相见是抱头痛哭 又把姓姓母叫出来了 两人在一块聊聊天 说以前的事 我们对不住你们 啊 方母说那就得了 咱们也没有外人啊 日后呢 还疼你们 还得疼你们 好好的过日子啊 留着住了半个月 那这个 说我不能老跟你们这待着 我家里还有老头子呢 我得赶快回去一趟 啊 我劝劝他 带他一块来 最起码一家人 咱们都得见个面 游打这儿派车派人 把老太太送回家来 来到家里边 往屋里走 一瞧这位 王安尚 坐到屋里边 撇上嘴 老太太说 你怎么这样呢 我怎么这样啊 当初我就该拦着 不让你去 你上那儿去 你这是丢人去的 哎呀 你怎么说这的话呀 那姑娘是咱俩身上 掉下来的肉啊 对不对 咱们得撑她 而且来说 现如今 姑也好了 挣了钱了 她好 咱们也好啊 你怎么能这样呢 老头说你呀 就是一个糊涂的人 啊 呃 当初有人在他们家 扔了好多石子 便出了银子 这个没有什么啊 这个东西 我都摸来底细了 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啊 你走这些日子 我没闲着 跟前的砖头瓦枝 我捡了不少了 啊 哪间屋子都堆满了 办屋子都是 以后咱比他还得有钱 老太子已经都愣了啊 是真的 没错啊 那咱们瞧瞧去吧 呼 来到正厅的一开门 打开门一瞧 哦 这一屋子 石头子啊 哈哈哈 这一屋子都不太